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皮盖打开之后呢 是一个比较大的储核 而且可以当作飞驾使用 那后方呢 是一个选装的冰箱 前排的空间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我在前排大概是这样一个表现 那后排其实这是后排的空间表现 为什么要坐在右侧呢 因为这个座椅值得重点来说 现在前面打开之后是一个电动的小桌板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我们再来一下上面的扭 还有一个屏幕 所以这个座位在全车内应该是最尊贵的 除此之外 这个座位还可以放倒 一个类似于半躺的坐姿 角度还是比较大的 可以放倒 那因为前面现在有人 所以这个座位没人往前推了 那如果往前推的话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尊贵的座椅 而且它的座垫的长度以及柔软度都是非常好的 那另外就是极客所有的产品 各为一个非常大的感受 车内的做工以及用量是非常有质感的 那极客7X也发布了预收价格 239,900到30万之间 并且会在20天后 也就是9月20号上市 上市即交付 它跟摩托拜价格会重合 两台车你会怎么选